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 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 仇敌连连轻嘴却是多余 人吃饱了厌恶风房的蜜 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 人离本处漂流好像血鸟梨窝游飞 高有雨香料使人心喜悦 朋友诚实地劝教也是如此甘美 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 你都不可离弃 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家去 相近的灵色强如远方的弟兄 我儿你要做智慧人 好叫我的心欢喜 使我可以回答那击窍我的人 通达人见祸躲藏 于蒙人前往受害 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 在箴言27章 其实它是一个对仗平行的智慧箴言 它把第一节的自夸跟第二十一节的称赞 做了一个前后的呼应对比 那这一段就是一个单元 形成了一个交错对仗的结构 它的主题是在谈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一到十二节 前面的几句话是提醒我们 做人做事要谦卑 那谦卑不只是人生命的品格 在做事上我们也可以看见 这个反映出人谦卑的品格 那箴言里面的教训是提醒我们有智慧的人 不会对将来的事情自夸 就好像当我们很多的事情都觉得很顺利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哇 我可以掌握一切 好像我的前途一片的光明 我要成就更大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心中骄傲自大自夸 就远离了倚靠上帝的心 其实每一天我们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来控制 所以这里说智慧人不会为明日自夸 他知道自己不能掌握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 只能小心谨慎的脚踏实地来做事 把事情尽心尽力的做好 自然有人会来夸奖我们 我想我们要学习更多的去称赞别人 也去鼓励别人 唯有在主的里面 我们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鼓励 欣赏对方 我想事情会可以做得更好 第三到第五节 我们可以连起来 看那这里所要提醒我们的是 当我们看见别人有问题 就应当要当面来告诉他 这样他才能够有进步的空间 因为当我们的行事为人有缺失 却没有人来指正提醒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可怜的状况 人常常都是看别人的问题 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但是当面的责备 对方可能会生气 所以我们需要有智慧的 来找一个合一的时机来表达 也看看你所要提醒的人 是不是合适当面纠正他 或是告诉他哪里做错了 他会不会因此而翻脸不高兴 那这都是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 需要去学习的功课 在第六到第七节是一个强烈的对照 这里说 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 仇敌连连轻嘴却是多余 我们看见谦卑的人是愿意接受 朋友的意见 他们讲了真话 可能听起来我们心里会不舒服 或是有一些的伤害 但是真正的朋友 他是愿意当面指出我们的错误 因为他们是出于爱我们的缘故 所以他才敢说出真话 我们要看到朋友对我们的诚意 我们需要别人对我们讲真话 我们才知道自己的弱点缺失 在什么地方 我们也才知道我们需要被改变 有些人表面上对我们似乎很亲近 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 但是当我们穷途潦倒了 我们遇到困难了 他们就翻脸 就远离我们而去 那这样的人是不值得跟他们交往 但是这种情形也似乎是很常见 不是吗 其实第九节也是讲到同样的事情 这里说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 我们所需要思想的是 我会自夸吗 我可以经得起别人的责备吗 我有勇气去责备别人吗 我们能够听别人的劝戒吗 我有多少朋友是可以指出我的问题呢 或是当人不敢告诉我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人都怕我呢 我相信朋友对我们的劝戒跟责备 都是很宝贵的 对我们有益处的 我们要来学习谦卑的来受教 第十节这里提到说 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 你都不可离弃 你遭难的日子 不要上弟兄家去 相近的灵色强如远方的弟兄 其实这里跟第一节 做了一个呼应的对比 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发生很多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 可能有好事 也可能是一个灾难 不要认为自己不需要别人的帮忙 真言里面写作的方式 通常是以前后对照或呼应来描写 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一方面我们不可以离弃朋友 因为可能有一天我们遇到困难了 我们也是需要朋友的帮忙 因为那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真正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上弟兄家去 因为人会怕我们 可能会想说 哇他又来借钱了 我想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状况 那话又说回来 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 也不是不可以去找人帮助 但是自己要斟酌 要了解自己的有限 曾经有一位弟兄他说 能叫得动的才是真朋友 那意思是说当你真正有需要的时候 他帮忙的时候 他会义无反顾的来帮助你 这个才是真正的朋友 所以我们要衡量跟别人的交情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那十一节这里说 我儿你要做智慧人 好叫我的心欢喜 好让我可以回答那讥笑我的人 父亲对儿女的提醒 在这一节里面我们 在这里面我们看了很多 当我们行在上帝的道中 我们会得到尊荣 连父母也可以得到尊荣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最后我们的生命就是羞辱 也羞辱了自己的家人 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可以让父母得着骄傲跟喜乐的 那我们怎么可以知道一个人有没有智慧呢 我们可以从他的待人接物 处理事情都很圆满来观察 就知道他有没有智慧 其实就是他会不会应对 而应对跟谦卑有很大的关系 在十二节说通达人见祸躲藏 余望人前往受害 为什么要躲藏呢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 有些事情我处理不了 我投降了 我闪到一边去可以了吧 那这是一种通达人的智慧 余望人就不是这样 余望人自以为是 觉得什么事我都可以做 往往就陷入一个灾祸的当中 我们今天所谈到的都是做人处事的道理 而这些的教训当中 我们也都可以学到人生的智慧 而智慧是从哪里来呢 真言就告诉我们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谢谢你私下智慧的话语给我们 我们的生命需要被你来磨练 不管是我们跟人的关系 跟家庭的关系 工作的关系 我们都需要从你而来的智慧 也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 使我们不自自夸自大 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 以至于我们能懂得来依靠你仰望你 谢谢主我们祷告 使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愿神赐福你 有一个平安喜乐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